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刘青松 嗨 刘青松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 大家好 我是WBG的克里斯普 恭喜克里斯普跟队伍一起获得了微博杯的总冠军 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吧 现在心情很开心吧 就虽然可能微博杯不是一个很大的比赛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冠军 毕竟已经很久没达到冠军了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尤其你们还战胜了 刚刚拿着得杯冠军的BLG 给咱们奉献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BL5 今天我跟T恤马作为解说 我们都会觉得今天打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在双方的操作层面 今天在操作层面感觉整个队伍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个人操作都很好 我觉得我们五个每个人都比方 所以才会有今天上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对手 确实我觉得你焦灼这个词用的就很到位 今天我觉得下路对线也很焦灼 今天是频繁出现了 泽利猫咪和卢西安纳美这种对线 甚至双方还交换使用过这一对组合 你怎么评价这两对组合在下路的这个生态 或者说他们的之间孰强孰弱呢 我觉得泽利猫可能到中后期的话 就泽利猫carry能力会更强 然后卢西安纳美的话可能是 就需要队友帮忙滚雪雄 就卢西安纳美可能更需要一些前期的这个优势 泽利猫咪可能在后期更具天赋 我们重点来聊聊就是刚才最后的一把这个比赛 因为你的印象应该也最深刻 最后一把当时一度是场面非常非常的焦灼 尤其是到最后一波远古龙团才决定的胜负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是你们在中期面对一些偏逆风偏劣势的时候 你们的决算呢 其实最后一把的话我觉得 其实除了那个从被偷到我们开始 我觉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我们优势 在那个时间点 对 一直都是我们领先的 然后可能 就我们可能大家觉得优势比较大吧 然后我们五个人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给了对面一个拿大龙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对面拿大龙之后 就是让长生的局势可能变得稍微 就复杂一点 然后后面也是 我觉得就通过我们五个人的配合跟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最终才能在那边 远古龙的团战大龙 成功一下对面 嗯 在远古龙团战一锤定赢 这一场的胜利是否跟你们的阵容 更加具有主动性有关呢 因为可能对比双方的阵容 似乎对手的阵容 没有那么的有主动性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四把的阵容 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都是我们是比较主动 就我们比较有主动性 就是不管是拿第一把 就四把的阵容 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赢对面 嗯 没问题 再次恭喜WBG 恭喜刘金松 获得了本次微博杯的总冠军 那农历新年马上到了 好在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跟粉丝也说一些祝福的话吧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让我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一年 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你都身体健康吗 好的 谢谢刘金松也祝你新的一年 能够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顺顺利利 谢谢拜拜 拜拜